嗯 大家好 我是三秒啊 这个写肥菊桃桃上岗 那么最近斯皮尔伯格 他的这个二战三部曲之空战英豪啊 已经上映了 那么我呢 我说过我是什么状态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写稿子 洛阳亲友再相问 我还在那写稿子 洛阳亲友三相问 要不你替我写稿子 废 没空没空没空 我希望什么时候有空 我会把这个补权了 再专门针对这些剧情做一起 那么对德战略轰炸 这件事情啊 非常非常的惨烈 那么就像我这盒模型上面 我说过我很多的模型没有做 就是一个盒子 你看这是德国的拦截机 福克沃尔夫190A8R2 那么它是在B17机群当中在穿梭 那么B17机腹下的炮塔 对这架拦截机在开火 那么已经有一架B17被击中 坠向大地 那么当时这样的情况啊 从这个1942年 1942年到这个1945年 其实你要是高潮是1943年到1945年 几乎每周在德国上空都在发生 那么这样的事情 其实对于德国的战败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一息记得2022年的时候 我是做过一期视频 讲过这个对德国的这个战略轰炸 那么当我们提到二战 它的转折点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说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中途岛战役 或者说这个阿拉曼战役 对吧 这是我们站在后世来讲 是转折点 那你不能说斯大林格勒战役 打完之后 同志们 那个二战转折点就要到了 让我们一起从斯大林格勒 向法西斯德国的野兽 这个巢穴进攻 你不能这么说 其实当时同盟国做的一切一切一切的努力 那都是有价值的 而这个对德战略轰炸很不幸 它的价值事后总是被人给或多或少的给忽略 那么斯皮尔伯格拍的这个空战银行 是以美国第八航空队为这个背景 第八航空队 它的驻地就是在这个英格兰这边 就是在这个英格兰 那么它所要空袭的这个地方 就是从英格兰的东部开始 然后到德国本土 沿路会经过荷兰 会经过这个德国西部的卢尔工业区 一直到这个柏林啊 这样的一些地方 沿路去这样的这个空袭 那么这个空袭啊 英国的皇家空军负责夜晚空袭 而美国的第八航空队 是以英国为基地 是负责白天的空袭 那么原因有那么几个啊 这个美国的第八航空队 B-17轰炸机 它是装备的有诺顿轰炸瞄准具的 我之前是做过这个节目 你要说起来这种机械式计算机啊 这个计算弹道 它整个整个的误差也是很大 但是比起那个英国那种 它连这个都不太有的 那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美国的这个陆军航空队很有资讯 我去炸它的这个炼油厂 炸它的这个铁路机车工厂 我去炸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能够大蛇打到七寸去 我就白天去空袭 那么夜间去炸平民区啊 这个首先道德上有争议 不是每一支军队都像现在的俄国军队 是的 就是可以没有任何道德负担 道德上有争议 第二 你弄了那么多炸弹扔下去之后 会激发敌方的这种保卫故土 这样的敌对情绪 而且对于这个结束战争 可能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好处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打蛇打七寸 就是要炸到德国的战车工厂 飞机工厂 轴承工厂 等等等等 这些地方啊 那么一开始这种空袭 非常非常的危险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B-17啊 它是有这种自卫炮塔的 这个按理来说 德军的这种拦截机 福克沃尔F190 BF109 这样的拦截机 最好对付这种拦截机的办法 是盟军的战斗机 但是在1942年到1943年的时候 盟军的战斗机可能只能护航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得回去了 应该是这个使命召唤 还是这个容易勋章 有那么一关啊 是这个英国的喷火 在护送一架这个B-17飞机去轰炸荷兰 那么到了荷兰 还没有到目标上空的时候 你得回去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B-17就只能飞完最后的那段航程 那么到了1944年 情况是有所改观 首先这个P-38 这个双身恶魔是能够加入护航 那有人说这个P-38能够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 这飞机是不是很厉害啊 哎呀 这个击落山本的座机不代表它在空中的这种灵活性就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么它面对这个福克沃尔夫190这么凶悍的飞机 它还是凶多吉少 那么后来是P-47 P-51 这两种飞机的这个航程能够扩张了啊 那么当然这个B-17它自己的这种整个的这个装甲 整个的这种护航 整个的这个自卫火力 包括它形成的这个箱形队形出现在德国上空的时候 德国空军绝望了那个空军的高层耶学内科直接举枪自杀了 他说当我看到B-17这么轰炸德国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战争已经赢不了了 遗书里面还说特别嘱咐格林不能参加我的葬礼 这场战争已经完蛋了 呃说是这么说 但是战争还是要靠这些小伙子们去一场一场仗打下来 你就像这个坐在基附这个炮塔上的这个炮手 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跟其他的机组成员不是在一个舱门去进飞机的 然后他在整个的空中这个基附炮塔下伸出来之后 那么他面对的这些德国的这种拦截机 非常非常的威胁 对吧 那么如果说其他的机组成员被击中之后还能跳个伞 那么他跳伞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你站在后世的视角上来讲 这个你可以说每一架这种德国拦截机都是这种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的 而这种只需要一个步兵就可以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你用步兵的命去换这个德国这种飞行员的命 那是这个稳赚不赔 但是这话说起来非常非常的冰冷 你这话说给当时在这里面的那位去试试 对不对 而且当时这种高空飞行 B17飞行堡里飞行的高度是很高的 高空飞行 当时的高空飞行 加压包括密封这些做的都不是特别好 特别特别冷 这里面即使在夏天特别特别冷 而且这个颠簸如果呕吐的话 它这个氧气面罩如果这冻在这里面 真的就会这呕吐冻在这里面真的就会窒息而死 所以说这种事情虽然德国空军压力非常大 但是对于每一个在这个第八航空队的B17轰炸机里面去作战的这些小伙子们来说 他们每一次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了不起 所以说当时那轰炸机是你飞行到这个能够完成第二十几次任务 你就可以回来了 你就可以退役了 对吧 当然能够达成这种任务的人其实是寥寥无几啊 你像有个电影叫孟菲斯美女那就是讲述这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 他们最后一次轰炸德国的时候那么遭遇到的几乎坠机击毁人亡这样的惨剧 那么损失很大啊 这个每一次啊 基本上这个损失哪怕是一千架飞机一千一千架之上的飞机 基本上每次的这个损失会在5% 那可能严重一点到10%这样的一个损失率 那么对德国的这种工业打击一开始可能也并没有打击的那么好 当时这个盟军是设想德军的整个的工业链条啊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一辆坦克 它可不是说在这个像德国的黑豹坦克 MAN这个奥格斯堡机器公司生产的 它可不是只是这个厂啊 炮塔在哪生产的 这钢材在哪压制的 你包括这坦克的汽油是在哪个地方生产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到 一开始这个盟军是把这些重点放在了有那么几个地方 一个是纳粹德国的幽艇库啊 这个幽艇的确对于这个英国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问题是这幽艇库的水泥恨不得有这么厚 这个炸弹直接落下去造成的损伤非常非常的小 这幽艇库有多结实啊 即使到现在法国洛里昂那个圣纳泽尔波尔多那些地方 还有这种幽艇库呢 就战后啊作为纳粹一记拆都拆不掉 那么当时的这种轰炸真是太勉为其难了 那么到了后来 去炸德国的飞机工厂 坦克工厂 尤其是轴承工厂 1943年8月份 这个美国第八航空队对德国施卫英富特的这个轴承工厂展开了轰炸 轴承啊 战车每一个轮子那都要用轴承的 飞机这些螺旋桨也是要用轴承的 你没有轴承 德国所有的战争机器都玩不转 如果我把这个轴承场给炸掉的话 纳粹德国一定会完蛋的吧 并没有完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能够从中立国瑞典那个地方搞来轴承 所以瑞典这个国家在二战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都无可指摘 那么轴承是不行 那我炸什么 炸这个铁路编组战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要命 铁路编组战被炸掉之后 德国军队的调动就要费很大很大的功夫 这是第一 第二点 炸德国的炼油厂 这件事情就不光是第八航空队了 是驻扎在北非的这个盟军飞机 从这个北非出发 去到这个罗马尼亚的普罗耶士地油田 把这个油田给捣毁了 而且从1944年开始 盟军开始系统的轰炸德国的炼油厂 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一个不太有石油的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 他好好的 他不想说是让德意志高于一切 不想让德意志以世界为敌 不想拿自己所谓的这种夭夭领先的黑科技去硬扛世界的话 他这石油可以从国外进口 但是他非得走上这么一条道路的话 那么他能依仗的石油 要么就是罗马尼亚的石油 匈牙利的一点油田 要么就是德国自己有一个所谓的黑科技 就是从煤炭里面提炼石油 这样的一个技术 是卢尔区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 那么盟军空袭把这些炼油厂都给一个一个的端掉了 这一下彻底卡住了德国战争机器的这个脖子 对吧 你怎么办呢 你没有这种汽油 你所有所有的战争机器都将无以为尽 你看这个1945年 纳粹德国空军的很多资料跟照片 飞机很多很多 那个荣克88 夜间战斗机那么多 他们几乎已经没有汽油了 对吧 甚至啊 元首自杀的时候 活化元首用的那点汽油 都是肯普卡他那个司机 从那个停车库的汽车里面抽出来的 1945年3月份 这个纳粹德国进行匈牙利的巴拉豆腐反攻的时候 目的干嘛 夺回最后的那点油田 那么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是发布一个命令 叫什么呢 说这个 如果我们的战车被击毁了 你要想办法从被击毁的战车里面吸取燃料 到了这个地步 到了这个地步 那还打个毛线啊 对不对 一个是石油工业 一个是铁路编组战和铁路枢纽 盟军队他进行反复的轰战 铁路编组战 炸了以后 休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这铁路桥 铁路隧道被炸了以后 您这可怎么办呀 对不对 而且这个 这些炸了以后呢 1944年 这个盟军的护航机 P51 P47 开始出现在德国上空 如果说耶学那一刻 看到B17 感叹说 我们输掉这场战争 那么1944年 格林 格林可能没这意识啊 加兰德 他看到P47 P51 就觉得 我们这场战争输定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赢 1944年2月到3月 这个P51和P47 在德国上空展开了一场 对德国空军的 基本上是 大规模的猎杀行动 叫伟大的一周 那这个回头 专门做个节目好了 你注意看 P51 它的这个伪装色 它不像那个 德国空军的飞机啊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 P51 它的那个颜色是 那个银白色的 它是 我不需要伪装 我就直接在空中 消灭德国空军 那一仗之后 德国空军 可以说是 元气大声 那德国 能够 以仗过来去 对付盟军轰炸机 只有高射炮啊 高射炮 这种高射炮 差不多是 打个那么几万发炮弹 能够打下 一架轰炸机 它的这种 作战的原理是 整个的高射炮 打出一个弹幕出来 弹幕出来 然后让轰炸机 远离这个弹幕 然后 你投弹的精度 就会受到影响 是靠着这个 那 整个高射炮弹的产能 占德国军火产能 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 而德国的 飞机工厂 战车工厂 包括潜艇工厂 在1944年到1945年 一个一个都被端掉了 你像生产 三号突击炮的 阿尔凯特工厂 像生产 猎狐坦克 兼机车的 尼波罗根工厂 你像那个 MAN厂 生产 黑豹坦克的 生产 虎士和虎王的 亨士尔工厂 一个一个都给端掉了 如果没有盟军的 这种战略空袭 那么 东线的苏军 他要面对的 德国的战车 会更多 讲到这里 有人会问了 你看地理上来讲 第八航空队 如果从英国 去炸德国的话 他可不可以 不要返航呢 他直接飞到苏联去 然后 从苏联这个地方 再过来 再炸一次 这叫1234 2234 换个姿势 再来一次 这叫穿梭轰炸 这件事情 理论上讲 美国 英国 苏联 大家都是同盟国 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 但是苏联就是不信任他们 穿梭轰炸 搞了一次 德国人小小的搅黄了一次 再也没有然后了 所以第八航空队 还是到战争末期 还是要冒着这个 生命的危险 去做这样的事情 虽然到了战争末期 德国的抵抗已经相当围弱 他们那种所谓的奇迹武器 没R62喷气战斗机 太少 并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 但是每一次出击 还是要冒着生命危险 到了1945年的4月20日 元首的最后一个生日 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 在柏林上空进行狂轰滥炸 以这样的方式 给元首的最后一个生日 到了席 所以说整个整个的战争 盟军轰炸机部队 轰炸德国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歌可泣的一页 能做的节目 可能会有那么几十个 那么今天 就是随便聊两句 这个熟悉的话题 聊的有点多 那么行 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小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